开始上课啊 那咱们呢是上午是把我们这些 内边剧啊外边剧 咱们给他 给他说完了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合模型 咱们就给他说的这个差不多了 但是这边其实我们上午演示的 这些所有的合模型 我们演示的都是一个什么呀 都是div对吧 div是个什么原色 是个块元素啊 我们一直在使用一个块元素来演示 合模型实际上没有使用谁呀 内联元素 那我们来想想 那内联元素它是不是盒子呀 它也是盒子 我们知道了所有元素都是盒子 那我们就要说一下什么呢 我们内联元素 我们行内元素的这个盒子 和我们这个块元素的盒子 它有什么区别啊 我们来说一下内联 元素的这个盒子 来那这里边我们来写一个内联元素 我们来什么呢 我们来一个这个span吧 拿span举例的啊 我是一个这个span 保存 然后controller运行 我们来看这页面里呢 就出来这么一个span 文字就是我是一个span 然后呢 我们来写点东西 那这边我们来看它的合模型 和我们这个什么呀 和我们这个块元素有什么区别 那首先为了看见它 我们先是给它设置一个背景 颜色 bagground的color 我们来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 来一个这个景号 bfb保存 然后我们一刷新 走你 是不是出来一个这个绿色呀 我们说了 这种内联元素 它有多少内容 它是不是多大个啊 它不像块元素 块元素默认什么呀 占一行 而我们内联元素 它是有多大 就占多大啊 这是我们说这个span 但这块呢 我为了演示清楚一点啊 我在span下边 我再创建一个什么呀 div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这块需要做一个什么呀 做一个这个对比 没有对比 不让我们看不出来效果啊 class我们这来一个这个boxbox1 然后呢 我这也多写几个span吧 保存多写几个span 这是一堆span啊 然后呢 给box1设置一个样式 点一个这个box1 yus来一个这个100个像素 hat呢 来一个100个像素 然后bagground的color 我们来一个这个red 保存 现在呢 是这么一个效果 我这个div和我这个span 是仅仅的什么呀 贴在一起的吧 贴在一起的 那我们说了样式 那这里边呢 我给第一个span 我给他来一个class 来一个叫一个se啊 我们单独给他设置 那我这块给他设置的话 就是一个点一个什么呀 se 那我们来说 合模型都有什么呀 合模型分成什么呀 分成我们三 这么几个部分 内容 内容区 我们这个内编具 还有我们这什么呀 边框 还有我们这个 外编具 是不是一共这么四个部分呀 这么四个部分 那我们要测试的时候 无非也就是这四个部分啊 我们先来看我们这什么呀 我们先来看我们这个 内容区 内容区怎么设置啊 是不是就是yse 还有我们这个 heat呀 yse 我来一个100个像素 heat我也来一个什么呢 100个像素 保存 我们来看效果 一刷新走你 哎 发现什么了 是没变化呀 哎 我是给摄摄的 s1 s1是不是正好就是我这个死板呀 但是你发现我设完了有没有变化呀 没有变化 来我再设置一个大一点的 来一个200乘以200的保存 我这一刷新 走你 哎呦 没变化 没变化 我们就不用试了 说明什么 哎 内联元素它是有内容区 但是它能不能设置宽高啊 哎 不能设置宽高啊 所以注意内联元素 内联元素不能设置我们这个 yse和heat 哎 你说它也不是不能设置 只不过设置完了干嘛呀 没用啊 设置完了没用 所以注意 yse和heat它设置完了 不好用啊 前提是对于这个内联元素来说 好 那这个yse和heat看见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什么呀 带往外是什么呀 是不是内编具啊 哎 内编具来 我们来设置一下 我们这个内编具 设置 我们先设置一个什么呀 水平的一个 内编具 水平一个那编具 我们叫一个padding 哎 padding一个 哎 咱们直接 写吧 padding live的 我来什么呢 来一个 100个像素 然后再来一个padding一个什么呀 padding一个right 也是一个什么呀 100个像素 这是不是叫我们那个水平的一个 内编具啊 哎 水平的 左边的 还有一个右边的 叫水平的 而我们这个top 还有那个bottom叫什么呀 垂直的垂直的垂直方向的啊 好 我们来看效果 这块我一刷新走你 哎 发现什么了 有了吧 哎 有了 那照明我们说了水平方向内编具 对比什么呀 哎 我们这个内敛元素可以什么呀 可以设置我们这个水平方向的这个 内编具 哎 就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是没问题的啊 水平方向内编具 然后水平方向接着看完了 那我来看一下 还有谁呀 哎 垂直 那你一看我这单独拉出来的就知道了 是吧 哎 垂直方向的这个内编具 直接来一个叫做一个padding一个什么呀 top我来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100个像素 然后再来一个padding一个bottom 也来一个100个像素啊 垂直方向的一个内编具 保存我们来看效果 这一刷新走 哎 也行是吧 发现什么了 垂直方向的也行 哎 但是你发现什么问题了 你发现什么问题了 我下面的div是不是没了呀 div看见吗 看不见了 为什么看不见了 哎 因为被他盖住了 他被他盖住 我们把这个下 这个值啊 设置小一点 来什么呀 来个50个像素 50个像素 保存我这一刷新走你 是不是跟这呢呀 我刚才设置太大的话 div给给他盖住了 那我们先说 我们这个 他知不知垂直方向的面具 哎 我们说内联元素 可以设置垂直方向 内编具 但是 但是什么呀 那注意了 但是他不会影响页面的 布局啊 不会影响页面的布局 什么意思 我这块是不是确实设置那边具了呀 但是你会发现那边设置完那边具以后 我这东西它是不是确实下来了 但是你注意 他对我这个div产生影响了吗 div是不是还跟着呆着呢 如果说像其他的 如果是块元素的话 我这里边设置一个那边具 他会干嘛呀 是不是把下边元素往下挤啊 哎往下挤 而这个设置完那边具 我这div就跟什么呀 是不是跟没看见一样 他是不是还跟着呆着啊 所以注意他可以设置垂直方向那边具 但是不会影响什么呀 布局也就是设置完了 跟没设置实际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显示效果会有什么 有一个变化啊 有一个变化 这是我们说垂直方向的这个那边具 来那既然没效果 他住了啊 那注意了 那你说上边这个pacentop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有 但是直播干嘛了 他出去了 他可能在这块呢 出去这块我们干嘛 我们看不着啊 我们看不着 同样他都是不会影响什么呀 布局的 所以注意对于那边具 我们的内联元素 支持水平方向的那边具 并且可以影响到什么呀 布局啊 会影响布局 而我们这个垂直方向那边具 内联素也可以设置 但是设置完了以后 不影响什么呀 布局啊 其他元素 他不会挤到其他元素啊 这什么说这个垂直方向 我先给他住了 保存 恢复到这个原来的状态啊 原来的状态 那边具说完了 我们来还有什么呀 那边具外边什么呀 是不是边块啊 为我们这个什么呀 元素来设置这个边块 来写一个边块 我们就直接四个方向 全都设置了 包里来什么呀 一个像素 来一个什么呢 right 然后来一个 solid 一个像素 一个红色 实现边块 我们来看效果 直接一刷新 走你 哎 边块是不是确实出来了呀 哎 来 那这里边我来换一个颜色 换一个这个 路吧 保存 我们一刷新 哎 走 边块是不是确实出来了呀 如果你看清楚的话 刚才明显我这个边块 设置完了以后 我这堆元素是往这边挤了一下啊 哎 挤了一下 我们来给他设大一点 来什么呢 来一个 100个像素吧 哎 太粗了是吧 来 一刷新 走你 不是确实挤了呀 哎 水平方向的确实把我们这个元素 哎 整个的往这边什么了 往这边挤了 但是你发现什么了 垂直方向有用吗 哎 没用 他虽然边块下来了 但是有没有影响不绝 哎 没有 所以这个边块呢 其实也是一样子啊 我还是给他改回来 改成一个epx 保存 你会发现什么呢 可以设置边块啊 可以设置边块 内联元素 可以设置边块 但是还是什么呀 哎 但是我们这个什么呀 垂直的什么呀 边块 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页面的什么呀 布局 但是水平的会不会呀 哎 水平的会水平的会把这些元素往边上挤 但是垂直方向的干嘛呀 不会影响布局啊 不影响布局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内联业素的一个边块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我们的什么呀 哎 外边局啊 我们的这个marge 来 外边局我们还是分两部测试 第一个是我们这个水平外边局 哎 水平外边局 来一个marging marging来一个这个left的 left的来多少呢 来一个100个像素 然后再来一个marging一个right 也来一个什么样 100个像素 保存 我们来看效果 这块一刷新 走 哎 有没有用 有用吧 哎 就说它是可以支持我们这个水平方向的这个外边局的啊 所以这里边我们来说什么呢 哎 内联元素支持我们这个水平哎 方向的这个哎 外边局 哎 他是支持的 哎 那这里边我们既然支持了 我们要看一个问题 那水平方向外边局我们说了垂直方向外边局有一个特点 他会干嘛呀 重叠会折叠对吧 那么来说那水平方向的呢 来 class 我给第二个死半呢 来什么呢 累 叫做一个 s2 s2 这来一个点一个s2 那么来说 现在s1是不是我左边元素啊 而s2是我这个右边的元素 那你来看 我这个左边的元素 我给他设置了一个什么 margingright是不是一个100个像素啊 哎 来 我这设置一个 为我们这个右边的这个元素 设置一个什么呀 左 哎 外边局 这来什么呢 来个marging live的 也来什么呢 100个像素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我要看这两个外边局 他会不会 重叠吧 哎 会不会重叠 保存 我们来看效果啊 如果距离没变 是不是这样距离啊 如果距离没变 证明什么呀 重叠了 如果变了干嘛呀 哎 是没重叠啊 我这一刷新 走你 干嘛了 是不是大了呀 哎大了啊 所以注意 我们说水平方向的外边局不会重叠 哎 不会重叠 而是什么呀 而是 哎 再取 而是什么呀 求和 而是求和 也就是说右边一个100 左边一个什么呀 100 那中间距离就是多少 哎 200把这个100和这100个码给他 是不是加到一起啊 哎 你再量一下 就正好是一个200像素啊 哎 200像素啊 所以他会这他进行一个求和啊 进行求和 所以注意 只有垂直方向相邻的外边局会车会重叠 而水平方向什么呀 水平方向哎 相邻的这个外边局不会重叠啊 不会重叠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水平外边局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什么呀 垂直 垂直外边局 其实也不用试了 直接说了 内联元素不支持垂直 外边局 所以你这来一个marging一个top 我来什么呢 来一个200个像素 margingbottom来个什么呀 200个像素 保存直接来看了 一刷新走你 看出来吗 没有吧 哎 没有 所以注意他支持这个水平方向的外边局 但是不知什么呀 垂直方向的 设置完了压根就卡不出来啊 也就卡不出来 好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内联元素的这个合作模型 简单再总结一下 首先呢 我们来说内联元素不能设置宽和高啊 不能设置宽和高 他设置完了也没用 然后第二个我们叫什么呀 内联元素支持水平方向内边局 还有水平方向的这个边框啊 边框 但是是什么呢 他垂直方向的内边局干嘛呀 可以设置垂直方向的边框也可以设置 但是不会影响布局啊 不会影响布局啊 而外边局只支持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压根干嘛呀 就不行啊 压根就不行 好 这是我们说内联元素的一个合作模型 反正基本上就是什么呀 基本上就是水平方向好使 垂直方向都不太零是吧 都不太零啊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内联元素的一个合作模型 我们来听一下 等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